好的,我们现在就正式来开始缝合它 会教给大家一个非常绝妙的方法 可以让它缝合之后在两部分啊 一点都看不出来,会非常的整齐 尽管我们是在表面缝的 也会让这个地方啊,变得非常非常的整齐 丝毫看不出来,是经过缝合 大家会以为它是一个一次性就缝合好的 一次性就织成这样的啊 好了,我们现在啊,找到它的底边的位置 一定要从这儿往上缝啊,不能相反 找到它这个位置之后,将两部分 给它充分的连接在一起 这个地方呢,会经常被拉扯到 所以一定要缝合的整齐一些 你看,尽管毛线的色彩和缝线的色彩呢 有挺大的差别 但是,我们缝的时候你居然看不到 看不到这个缝线的痕迹 那是因为所有的缝线啊,都被嵌进了绒毛当中 被绒毛密合住了 好了,我们下面呢,就教大家这个缝合的小技巧啊 大家看我啊 技巧在哪儿看出来了吗 我每一次都在用左手的食指啊,看 看到了吗 再用左手的食指呢,将所有的多余出来的绒毛 按回到缝隙里边 这个动作非常非常的管用 它避免了你 在缝合的过程当中啊 把两部分缝出了一道非常硬的梗 这个梗非常非常的不好看啊 而且会显得很拙劣 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的来掌握这些实用的小技巧 你在缝合的时候,如果发现两部分啊 它是这样错开的 一定要给它调节好 按照我们调节好的这个正常的这个角度啊 和方向啊,来缝合它 记住了吧 另外我们在缝时的啊 这个拉扯的这个缝线的力度啊 要控制好 不要太用力 如果太用力的话 我们缝的位置就会出现 比较硬的这个感觉啊 就不像我们其他周边的编织出来的那些地方的那个密度了 而且弹性呢 而且弹性呢也会随之下降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些小细节啊 一边缝一边将左右的密度调节成一个最佳的状态 不要让它出现啊 缝到头以后发现多出来了一部分啊 那可是最糟糕的了 所以我们要一边缝一边 你看跟正中的这位置啊 要保持一个非常到位的状态 你看 每次我的左手的食指都在协助着这个绑线啊 让它进入到自己的这个最适当的位置来 就是为了让它能够很好的啊 将这些纹粒里边的绒毛给它绑住 不让它胡乱的在表面 以免影响我们的这个位置的整齐的程度 总在用左手的食指啊 来按这些绒毛 把它们按回到这个缝隙里边去 看 我们如果已经缝到了帽顶的部分啊 那么 现在就可以把它直接从这呢 穿到内部来啊 穿到内部来之后啊 还记得我们中间这有一个针 对不对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将这个两个部分呢 再记两下 看 看一下 好了 记了两下啊 这是一个记了四下的一个位置啊 会非常的结实了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直接剪断了 剪掉它之后 我们用自己的这个线啊 在这个线头的这部分多缝两下 第一是为了加固它 第二也是为了将我们的这个缝线呢 做最后的一个加固 加固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给它剪断了 好 剪完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小帽子 还差最后一个环节 就是这位置啊 现在它只是标记哪个是正面 哪个是反面 这么一个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所以现在呢 我们可以把它呢 也摘下去了 这一针 大家看啊 这一针 我们要让它 修复旁边凹进去的这些地方 看到了吧 哪里不漂亮 哪里凹进去了 我们就让它在哪个位置啊 修复一下 最后 把它勾到里边 直到它的纹理啊 看不见了为止 好 在这 如果你只是给宝宝 织一个普通的帽子 那么现在你就已经完工了 我这个教程呢 是 什么时候录的 九点多 现在十一点多啊 你看 这过程我还要给大家讲解很多地方呢 对不对 好 你现在看啊 它就是这个 大西瓜的叶子 一会儿呢 我还会给它做出调整来啊 比如说它的 瓜瘤的部分 西瓜瘤的部分 叶子上呢 也会把它的叶麦呢 和大家一起啊 然后做一个整理 然后给它把叶麦的位置啊 也缝上 以及它的 西瓜的那个秧的藤蔓啊 等等都会 一起给它加上的啊 你看 就是这样的一个造型了 喜不喜欢 好 现在我们需要把它西瓜的那个 叶麦的部分啊 它那个纹理 我们要给它缝合上啊 好 我现在呢 去找其他的色彩的毛线 来一块呢 和大家把这一部分完成啊 马上啊 好的 我们用这个绿色的线啊 来代替 哇 它俩是一个颜色 不明显 对不对 但是我要用黑色线的话 有点太明显了 就有点不大好看了 用黑色吗 但是黑色我们还要做西瓜籽 西瓜籽的那部分呢 哇 这好纠结啊 那这样吧 我们先把西瓜的 上面那个西瓜籽的部分啊 瓜籽的部分 我们先给它缝出来 好不好 反正西瓜籽的部分 一定要用黑色线来完成的 好 从正面啊 正面来啊 一定要记住 我们所有的西瓜籽的部分 必须是 竖向的啊 一根线竖向这样走 而不能横着 如果横着的话 会影响你的这个帽子的 这个帽子的宽度 记住了吧 弹性就会消失了 所以我们竖着来缝 它里边的这些瓜的 黑黑的瓜籽的部分啊 不要缝太大了啊 也不要把西瓜籽缝的太多了啊 稍微斜着一点点好看啊 下一个放在这儿 稍微斜着一点点 看 不用缝得特别的整齐啊 西瓜籽就是这样乱乱的 但是这个有点 不太好哎 不太好的地方没关系啊 我们可以给它 拿出来再重新来一下啊 我感觉它不够不够整齐 又又不但又不乐意让它乱着啊 走进来 好 它刚才出来的位置啊 不够整齐在这儿吧 在同一行里 太近了 这儿吧 落影若现的西瓜籽 看到了吗 这是第一行的西瓜籽啊 我们是这样的给它完成的 你看它里边呢 是这样的 一定要记住啊 我们必须完成一行之后 要给它剪断线 要剪断线啊 你看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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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我的指甲居然和这个是一样的颜色 那太糟糕了 大家看的都不清楚了 你只要记住我在这 在系这个绳子就对了啊 你看记得 这个西瓜籽都不见了 这个再 看到了吗 这就是三个 然后这呢就是这样这样两个 然后这边呢又是 one two three 然后这是one two 记住了吗 下个视频我会和大家一起啊